就是两只属猴的将会很旺 不过其他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屏东出身的政治人物 这在地缘上会不会太过相似了呢 有人就说如果找财经界人士 或者是具有高知名度高声望的人 或许更能够为蔡英文加分 您觉得呢 继续来看 蔡苏配话题 熊滚滚 台面上很火热 但不是人人都看好 因为蔡苏虽然是同乡屏东人 却因为背景太相近就怕加分效果不大 党内有不同建议 目前在整个党内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希望副所是找财经界 或是在科技界 或是在整个国内的一个行政历练 比较丰富的都有 一再被提起的财经背景 还是不少立委点名副手必备条件 包括请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 央行总裁彭怀南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政荣 统统都是闪亮亮的副手名单 不过也有人建议 在社会上具有超高知名度 或高道德操守印象的社会贤答 也能让小英如虎添翼 或是这类能够顺利整合派系 凝聚党内最大共识的人 也会是蔡英文最佳助攻手 有名望的人 因为就是社会会觉得我们比较中性 然后我们比较稳定 比较理性这样子 2012要配谁 蔡英文找有最后决定权 毕竟这副手将是民进党夺回政权的 关键推手 不论谁能脱颖而出 最好组合快快浮出台面 党内都在期待 生气完造不到